这个周日是618 如果不发点什么 总感觉对不起各位 这个视频我和各位分享一下 PS5相关的选购建议 以及史低价格 各位要注意 虽然现在看到的价格 可能比之前的史低要高一些 但是总有一天 这个史低价格还会出现 甚至更低 先说PS5 新手小白同学 如果你不知道该选什么版本 我推荐PS5国行光区版 在5月底 某东自营 史低价格3098 但我不知道今年618是否还会出现 我估计如果出现 购买的窗口期也很短 同样给各位参考 国行数字版的PS5 也是在5月底 出现的价格是2549 在5月底出现的时间 窗口期并不算短 并不需要抢购 但是你不能犹豫 如果一犹豫 一调查 一寻思 那可能就过去了 那只能等下一波了 下面再补充一下 PS5可不可以选日版或者港版 港版现在比较少 日版比较多 日版是可以选的 日版和国行最主要的区别 日版不需要备份 不需要麻烦 国行需要备份港服 这个备份第一次有点麻烦 以后就简单了 但是为什么还推荐国行呢 因为国行PS5有售后 有保修 主机两年质保 手柄一年质保 日版如果坏了 可能要返回日本去修 或者店铺 他会找地方去修 这个提前问好了 其实备份一点都不麻烦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确实挺麻烦 需要先注册一个港服账号 我前两天刚发过视频 然后花个几块钱 找人帮你备份一下 好 说下一个 微软的Xbox XSS 我看到的国行 目前比较好的价格是1799 这个还是不错的 至少说比今年年初要好多了 今年年初2099都不好买 性能和PS5对标的XSX 现在有货 最近一直都有货 价格是3879 这也是国行的 就我目前来看 PS5在国内的销量 要远大于Xbox 但是Xbox在国内也有一部分群体的 因为它有XGPU YUC很方便很便宜 一年100多块钱 好 下一个Switch Switch我推荐购买日版的OLED 不推荐国行 Switch日版的OLED的价格 参考我去年双十一购买的价格 是1800多块钱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我看到的最低价格还是1800多 我当时是在某都买的 最近也有很多人问我 具体是哪个店铺 这个没法说 因为我选择的那个店铺 据我观察只出现那么一次 之后再也没出现过这个价格 我在这推荐各位一个方法 那就是根据这个价格 去找不同的店铺 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是否含税 因为1800多块钱的机器 税点有200多块钱 这1800块钱是含税的 而且是保修最好是国内 而且是现货 商品在国内的保税区 你购买了之后就直接发货 两三天就到了 买这种的 最好售后不用反日本 在我们国内就能修的 而且有正规发票 这么多条件加在一起是1800多块钱 我觉得就可以接受 好下一个 PS5的硬盘 这个之前推荐过 分两种 一个是省心买贵的 2T的1000多块钱 带散热马甲 买那三大家 三星980 Pro 西数的SN850 还有Next Storage 如果注重性价比 那就是500多块钱的两个T 也是带散热马甲的 用我之前推荐的那两套 长江存储颗粒的方案 可能都是第三方存储 因为这个价格 但是要买一个你喜欢的牌子 找一个销量高的 评价好的 最好售后 能有保障的一个牌子 最后说一下 PS5对应的显示器 我推荐两个标准 一个是27英寸的4K60帧 另外一个是27英寸 左右的2K144 这两种显示器 价格都在1500左右 少的可能1200 高的可能178 2K144和4K60 具体哪个品牌 我建议大家 找一个比较大的品牌 销量比较高的品牌 评价比较好的 另外显示器 我们从图片上 基本上看不出来实际效果 但是当我们说到货 特别是一对比就能对比出来 观感上有区别 所以说不要太注重性价比 同一个品牌 同一个参数 或者类似的参数 价格比如说差三五百块钱 它肯定是有区别的 它在观感上肯定是不一样的 目前4K144的显示器 我没有找到性价比特别好的产品 我感觉还不是时候 目前这个阶段如果买显示器 我建议还是4K60和2K144 玩PS5是没问题的 都支持HDMI 2.0 只有4K144这个级别的 才是HDMI 2.1的 好了 以上就分享这么多 欢迎各位补充 感谢观看